接下來鳳梓老師要介紹17題 這個題目是在這邊比較難的一個題目 同學也可能覺得這個題目比較有挑戰性 我們來看理解 他說Fx 講這個樣子 要求那樣最小子 那你看到這邊有2x加2x-x 次方 這邊有4x加4x-次方 一看這個好像是2x-次方的比方 這次好像是2x-次方的比方 所以我們會發現它是有相關的 那我就假設這個叫t 假設這個t的話 那它t的平方就會變成什麼 t的平方就是這個平方 a加t的平方等於a平方加b平方加2ab a乘的平方的指數相加 x加4x是0 2的0次方是1 2的0次方是1 所以這個題目是1 所以這個可以變成這個乘起來是2x 2x次 這個負2x次 然後這個加2把它移過去 t如果-2就會剩下這兩個 那這個可以把這個括掉下來 變成2的2 這乘起來也是2x 這是4x次方 這個乘起來也是2負2x 這也是4 所以4x加4負x次方 所以它會等誰? 會等t平方-2 所以這個地方其實是t平方-2 假設它是t的時候 你們兩邊平方去化解 可以知道這個是t平方-2 那這個t平方-2就把它帶進去 加上6t加3 那2次 2次要求最大最小值用什麼方法? 2次和數求最大最小值用 配方法 有一些同學到這邊化解了 以後很高興在那邊硬次分解 那方向就錯了 一定要注意 就算這個題目可以硬次分解 也不要硬次分解 是要用配方法 那就把它配方 那這個加上中間一半的平方解掉 然後它會變成t加3的平方 再加上 乎8 那這個時候t加3 如果等於0的時候 會有最小值 那我們要問說 那t可以等於0嗎? t是誰? t是這兩個 這個 2的x加2的-x 這個 這個相加可以等於0嗎? 好像不行耶 我們說2的幾四方應該正的啊 那2的-多少四方? 還是正的 還是正的 這個只是2的x四方分之1而已 正的分之1也是正的 所以兩個正數相加不可能等於負的啊 所以這裡是不可能等於用負3帶進去 那t有什麼範圍呢? 好,我們把它發現 當你兩個相乘是一個等於1 一個固定的數的時候 兩個相加除以2算幾步等次 相加除以2大一等於兩個相乘開根號 那相乘開根號這裡就是1嘛 分號1等於1 所以這個1除以2會大一等於1 那把2過去 t其實會大一等於2 所以如果2為倒數的話 就是相乘等於1的話 那相加一定最少是2 最少是2 所以它不會等於負3 所以這個要求最小值的時候 也是一樣的 當t 所以這邊要使得這個平方越少越好 那t就要用最少 最少就是2 那帶進去的話 the f of x 就有最小值 就等於 把2帶進去就是 5的平方25 25-8 就等於17 所以它的最小值是17 那這個時候x等於多少呢 x是這個樣子 就是你的t要等於2 t是誰 t等於2 t等於21次就是說 2的x4加2的5x4要等於2 好 那這個就好像是 y加上y分之1 然後因為這兩個是互為倒數的 要等於2 然後通過乘以y 可以得到 y平方加1-2y 要等於0 把這個移過來 那就是y平方-2y加1 那這個不就是 y-1的平方嗎 y-1的平方 等於0 那這樣不就是y要等於1嗎 那y是誰 y就是2的x4 2的x4要等於1 1次就是2的0次8 所以這個時候x就是0 所以這個題目 最小值是多少? 是7 如果要問你說X這個時候等於多少? X這個時候等於你 這個題目沒有問 但是有時候會問 X這個時候等於你 那這樣很合理